人人都可以创业吗 零零都想做点事情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但因为我们所谓的创业 我们的定义的范畴是 你能够做出一点事情 然后你能够建立一个公司 而且你能够得到商业价值 从这点来讲 毕竟一定是少数人能做到的 创业绝对是一个成功 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事情 是一个九死一生的事 那你如何理解 为什么要创业这个问题呢 创业其实最大的演动力 还是为了赚钱 我认为所有人应该都是 一开始都是这样的 其实当你创业到某个阶段 你赚到钱 那时候你可能才会生活到 所谓的为理想 为社会 为整个国家 来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人都可以创业成功吗 那人人都想做 女演员女主持 有几个成功 废话 为什么创业就一定要成功呢 就业的就职成功吗 这个我觉得这是社会的愚昧 难道拍电影都要成功吗 所以这个 第一人人可以创业 假如你有市场需要的东西 第二谁知道你成不成功呢 谁知道市场需不需要呢 你试一试又怎么样呢 在这个创业的能感 无缘比低到手 那么这个实际上解放呢 是什么呢 解放的是中国人民的村民裁军 释放的是每一个青年人的 那种动力和野心 这个成功的定义有很多 但是这些人 他获得了经验 知道了怎么在做 赢得了市场的关注 往往一个公司 在解体的时候 许多其他的创业者 就会请他们去加入他们 一个青年人 他不创业他做什么 找个动漫 那好 今日之日 一个创业失败的人 会有几十个工作抢他 知道吧 所以创业者最坏的结局 是回到他原点的最高处 成为职场上的 知手可热的人 人的一生应该怎么度过呢 他不该在白日梦中 看着别人的成分 林渊县 没有连续失败的创业者 只有连续创业的企业家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 看待成功的 崭新的家族观 在这个时代 我们需要 对吧 那周星驰都换个角度 看世界对吧 我们更应该换个角度 看待青年人 看待创业青年 为了滔滔不绝的 优秀的创业者 我们不能视觉他们 在 在这个投资标准上 我们要比其他基金宽松一点 因为什么 我们更加相信 年轻人的那种 无限可能性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 真正的目的 就是要鼓励创业者 所以项目 我觉得 他真不能拿 六百万人民币的吧 我可能会给他六十万 可能会给他二十万 假如钱太少了 我就送给他们了 那你观察 接受了那么多项目 大部分的这个中国创业公司 如何面对创业失败 当然有人失败了 他就暂时退一段时间 然后过一段时间 他重新出餐 所以我有个演讲 怎样面对创业失败 创业有七条出路 第一 上市 第二 兵购 这都是成功的 第三怎么呢 我做A做不下去 我做B 我转型了 这个 那么第四 对不对 我这个公司 我一文不值卖掉了 对不对 我再次创业 连续创业 现金生意 对啊 可以做一个生意嘛 就小而美 我就做一个生意 做个小小的 对不对 小过寡名 对吧 那么最后一条 最坏的道路 对吧 回去打工 你说市场那里 就很有价值了 这样不要言败 这是创业 最重要的 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我最大的恐惧是 一个好的项目 我们要投 曾经有一份爱 摆在我的面囚 被我拒绝了 你能同时平衡家庭和工作 反正在新东西创业的时候 我没有做好 这一点留下了终身遇憾 我是艾成 爱问的创始人 人人皆格创业 只是创业九死一生 什么是创业 创业的常识 喧嚣之后回归平静 疯狂之外 专注于本质 爱问 为你而问